今天我們會離開興井澤 首先會去秋名山 再會去幾個打卡位置看富士山 現在我們就check out了 大概就要駕駛一個多小時車程 就會去到秋名山 看一看頭文字的真實場地 看看路牌 津明山 我們現在來到津明湖 現在走這條路是說有音樂的 讓我們試一下究竟是怎樣的 這段是嗎 沒有了嗎 完了啦 就是這樣嗎 是啊 但尾段也聽不到的 頭段也聽到的 是那首什麼 是那首歌 我們現在來到秋名山 這個就是黑髮山神社 平時打機看到那個位置 來到賽道的起步位 剛好我這部低輪版 Jeris 拍著後面這部GR Jeris 真的挺漂亮的 這部GR Jeris 看看我們這部低輪版 還有人來這部 差多遠 喔 帥 小駕駛 現在來到真實的秋名山 現在頭一轉我們還是不要駕駛那麼快 不過這部車也沒有力量 下山的話也不太好 如果它有加減波 還好玩 可以多一下駕駛 我希望駕駛一點 我真的真的駕駛一點 平時玩開大帽山 我現在準備魚位 香港秋名山 WOW 你不開車啊 如果我開車出來就更棒啊 興奮啊 喔 要拖布啊 沒有拖布啊 哎呀 我的人是西的 你將個人帶在這個山道不太西 不過反正你一個人是西的 你一個人就是西的了 你試試看 不要啊 不要啊 好害怕啊 有一點點啊 好漂亮啊 啊 又到彎位了 要拖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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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Bee的動件和CAMMAN 男船機人家做好兩回合 搭到皮球中 你自認的 不坐這台咬得穩 這台應該是臭臂彎 你不拍臭彎 是呀是呀是呀是這裡 是呀是呀 因為有很多人在電視機 所以他定了這個波浪位 在這裡走 你不停地拍攝 我已經拍了 撐米那關 玩完了 撐米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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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完了 我們現在玩了三鑽秋名山 因為時間有點緊迫 本身打算落一副吉士那裡吃飯 但是落到餐廳應該收了 所以現在就在秋名山找了一間便利店 把鹽錄在杯麵吃 加上我們昨天吃剩的牛扒 還有兩塊 加上去錄熱吃就算了 我們現在要輪到一輛車吃杯麵了 不過也好有我們昨天這個牛肉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 頭文字D主題的餐廳 好正 很多車拍了在這裡 RX7 這部應該是 Fair Lady 這部應該是 接著又有一部RX7 兩部這裡都有RX7 好正喔 哇 這裡還有一部FC 原來 我們看看 哇 這部撞光了 應該是 應該就是飛山 炒了 丟了在這裡 我這裡擺個Turbo 和轉子引停 這間店都是賣一些商品 賣一些模型車 賣一些T-shirt 這個位置 我想可能會比較值得 賽事 這裡有對K9尾燈 六萬日圓 現在香港買回 對K9尾燈 是不是好像很難的 我們現在就光顧它一個 藤圓第褲寶丁 試試它 不知道它這些桶椅 是不是賣的 現在我們就買了這個 藤圓豆腐的 豆腐寶丁 試試吧 嘩 我們現在遇到 好像是Google Car 平時做導航那輛車 是不是呢 是不是它拍的 可不可以見我自己 啊耶 我剛剛對著那輛Google Car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 會更新一次呢 不知道可不可以真的 在個Google Map的地圖 找回自己出來呢 如果會就真的很搞笑 那個大人 剛剛我們去的導資 我讀了 然後他說他拿一陣 讓我休息一下 可以 看到東西 想拍 但是呢 接下來下一個導資 他說交回給我 下一個導資 他說三十幾公里 但是他現在拿到八幾公里 但基本上三十幾公里 遠 不算是什麼一回事 旁邊就是富士急 本身也有想過去玩 不過太趕了 去不了 富士山在正前面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河口湖橋 旁邊就是河口湖 來到這個大石公園 不過天氣灰蒙蒙 不過總是看到富士山 蒙蒙蒙蒙蒙 蒙蒙蒙 靠近去看看 都是挺壯觀的 我記得我以前跟團 好像是住過這裏的酒店 對著蠔口湖 看起來就是富士山 看起來就是富士山 我們拍下了車樓下 要從這個位置走上去 那個新蒼山 淺姦公園 我現在要挑戰這條大樓梯才上去 但給這個人看了 那張照片是這麼漂亮的 他都說想放棄 這條大樓梯很痛 我看見我看得很難走 你走吧 你走快點 你上去你會覺得是值得的 你如果方便的話 我幫你點個頭上去 終於看到這個中靈塔 來到這個 新蒼山 淺姦公園 我出頭看Google Map 看衛星圖 是有車路上來 我一路都以為是可以開車上來的 但原來來到 它的車只可以放在山腳那裏 不過要走一段路 加上我已經滑了兩日雪了 我的大腿已經肌肉很痛 不過也好 上到來 看看富士山 景度的如何 就這樣 我的大人終於走到上來了 你看 你也不太喘氣 但我覺得上來這裡 不用帶衣服 因為你走到上來 已經覺得很熱 這個位置就是拍照最漂亮的地方 後面這個位置就是富士山 不知道會不會背乾呢 現在太陽在這一邊 我們現在又要去下一個景點了 去富士吉田市的舊商店街 那裏看富士山又是很漂亮的 10分鐘車程左右就到 在鏡頭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人圍在這裡等拍照 被我發現了 原來這樣可以做到多離瞬 車越來越遠 接著就走近富士山 不過就矇了一點 好漂亮 好壯觀 這麼近看富士山 和剛剛在富吉市看 躲起來又有不同的感覺 現在就開車去御電場 就是這樣 我們離去富吉市 就正式去到御電場 就找了這間餐廳吃 因為蚊子就不吃鰻魚 而這間店是有鰻魚吃 和和牛吃 那就適合了我 可以吃鰻魚 他也可以吃和牛 那就看一下什麼環境 現在就看看它的菜單 我就會點第一個的鰻魚飯 而蚊子就會點這一頁 最底的牛肉飯 它門口的六斤清淨 很棒 有一個富士山 然後它這些牌 也有寫明 它是用宮崎牛 和各產鰻魚 我的鰻魚來了 不知道其實它這裏都是急凍貨 還是活慢呢 試試它 我的鰻魚飯就來了 它的餐就跟著一個鰻魚肝的湯 但是這個湯就是 紫菜湯來的 然後就放了一些灑過的鰻魚肝 鰻魚肝 鰻魚肝就爽爽地 但是就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不是特別好吃的 普普通通的 但是它的鰻魚就幾出色的 它脆得來是帶鬆化的 加上那個鰻魚的油份 是重的 肉都很滑 這個相當好吃的 是像我之前在明古屋吃過的 一個鰻魚飯 這個相當出色的鰻魚飯 很好吃 跟著這個牛肉飯 它的賣相相當帥仔 牛肉份量就相當充足 它應該是上了些醬油才去燒 燒到肉就半生 但是我覺得鰻魚鹽是鹹了少少 但是你配上飯吃就剛剛好 好吃 這個是什麼來的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它是啫喱 但是很好吃 它完全可以解了你 那種很油膩的感覺 非常神奇 之後我問了店員 原來它的鰻魚都是來自公崎縣的 還有這個出生寺 是活鰻 我們現在回到酒店 這間就是我們今晚住的酒店 是一間性價比超高的酒店 我帶你們去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我們現在回到酒店房 進來房間有一個圓關 這個位置是洗手盆 然後廁所在這裏 是乾濕分離 浴室在這裏 浴室已經有按摩池 那個浴室已經有按摩池 那個浴室 然後進來房間 房間也是大 可以開到行李箱的 一定不像APA那些酒店 那就是兩張單人床 在這裏 重點是在外面 一出來 是自己有一個sacucci 露天風呂 對出去這裏 就是富士山 不過現在晚上看不到 整個戶外位都非常之大 那講這間酒店 你不要以為是很貴 性價比超高 我講得一定是超抵玩 高質素 這間店給你猜三次都猜不到 給你猜三次先 等三秒 我就開猜了 1 2 3 這間店是 700多元港幣一晚 那它還有一些房間 本身房間裡面 是有自己獨立的桑拿 不過有桑拿的房間 它的按摩池是室內的 所以我最後想要室內的按摩池 就選擇了這間房間 原來它廁所裡面的按摩浴缸 都是有這樣的氣氛燈 好像平時日本的時鐘酒店 相當有感覺 原來這裡連室內的按摩池 都一樣是這樣的 沒錯 可能你會問我 為何我知道日本的時鐘酒店 是這樣的 因為我去日本 很多時候都會租這些時鐘酒店 因為我貪它便宜 地方大 又漂亮 又可以免費拍車 讓我發現原來這間酒店 不止那些Sakushi 有氣氛燈 房間都一樣有這樣的氣氛燈 來到這些酒店 真的要說恩子丹的對白 我要10次 不說那麼多 Bye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下一集就會去富士賽車場 和廉仓的打卡位 在新宿那晚就真的住時鐘酒店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幫忙訂閱一下 Bye